为了让到访的游客可以更加认识春莓芝冰棒的品牌以及背后的理念故事 并且让民众知道冰棒制作的相关过程 春莓芝特地推出了冰棒DIY游程 要来带领游客动手DIY制作冰棒 同时也借此推广食农教育 让民众了解冰棒食材的来源 以及相关的应用方式 游客将冰棒从模具中抽出 在看到自己亲手制作的冰棒的成果时 也不禁赞叹真是太神奇了 为在陆野高台的春莓芝 为了要让到访的游客除了品尝冰品之外 更可以认识品牌背后的故事以及理念 特地将商场楼下的闲置空间 改造成为体验教室 要带领民众进行冰棒的DIY体验 并从活动当中推广食农教育 这边有很多的客源是小朋友 他们很喜欢做DIY体验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把这个我们的 放入我们的理念 然后还有一些我们使用的在地的原料的介绍 让更多人知道 所以我们就把工厂的设备缩小板 搬到这个商店的楼下 那做了一个空间教室 让大家可以体验怎么样从水果处理 到做成一支冰棒 那我们未来这边其实也会申请 食用食农特色的场域 就让大家从产地到山桌 这一块可以更理解这个整个冰棒的制程 然后水果的 当然说他从种植到采收 中间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跟障碍 那怎么样去体验这个农民的辛劳 这样 而在老板的指导之下 游客也开始进行冰棒的制作 从挖取水果的果肉开始 并组一完成将果肉制成冰沙 以及放入冷却池等动作 来体验的游客表示 以前就很想知道冰棒是如何制作的 在知道有体验活动后 就立刻报名来参加 其实很想了解这个过程 刚好今天有这个课程 就想要赶快来体验一下 终于了解后 其实并不困难 对不对 其实很简单 在于之后 怎么如何不用其他添加物的过程当中 把它做成一个 更健康的冰品这样 让我们更了解 而春一支希望 游客透过亲手DIY的方式 都可以品尝到自己制作的专属冰棒 并从这个过程当中 了解到水果的生长历程 并了解春一支品牌背后的故事 以及理念 记者成绩的营路也相报导